这些年的李东旭依然很红,当年一举摘下,韩国女生梦中情人票选冠军,加上鬼怪播出,李东旭的声势甚至不输给,饰演男一号的孔佑,风透一时无两。 很多人都对李东旭有一种误解,以为他一出道就爆红了,但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一举成名的事呢?这当中是有多少失败和磨难换回来的。 他曾在多部韩剧里出演男主、男配、综艺节目主持等等的尝试,一路苦苦挣扎。 很多人都说,李东旭长了一张富家公子的脸,有着184的大长腿,也拥有霸气又沉默的贵族气质,近年更以白犀牛奶鸡,称霸男神圈。 紧实的身材和吹痰可破的白皙皮肤让女性羡慕又嫉妒,岁月的痕迹在她的身上与脸上不现踪影,再加上附带教科书般的演技圈粉无数。 李东旭1981年11月6日出生于韩国首尔,即使李东旭的家境还真是不错的,不过那都是在他小学三年级以前的事情。 后来家里遭遇活灾损失惨重,父家父亲经商失败的神助攻,全家一度穷到连李东旭的亲妹妹,都不得不交给乡下亲戚照顾的地步。 可说是多灾多难,李东旭从高中就开始利用课语打工,赚来的钱全部交给妈妈管理,帮补家用。 俗话说得好,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命运不凡。 一直以来李东旭相貌都带有一国风情,他曾在节目中进行了DNA测试,测试结果显示他父系的遗传基因,是典型的韩国人基因。 然而母系遗传基因中,却发现了西伯利亚人的血统。 这是属于北方科里亚克人和哈卡斯人,在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的少数族群的基因。 在所有韩国人中仅存在1%,也许就是这样天生的外貌和身高优势。 李东旭在1999年的某品牌的麻豆大赛中脱颖而出,正式出道。 但接下来迎接他的并不是一路开挂的风光事迹,而是迷茫的龙套人生。 李东旭生平的第一个角色,就是饰演骑摩托车的叛逆高中生。 但让导演万万没想到的是,看似是贵公子的李东旭,因为家里穷得连摩托车都买不起,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驾驶。 更糟糕的这是一场雨中戏,新手上路的李东旭,完全不出意料地翻车了,小腿流的血和雨水混在一起。 但害怕被换掉和没法拿钱回家的恐惧,让李东旭还是必须硬着头皮,默默处理了一下伤口,就继续开工了。 2000年也曾与赵银成一起出演KBS学校系列的《学校3》搞怪高校生。 在两人合作的两年后,赵银成就凭借爱情剧《摄星》一举成名,顺利拿下当年SBS演技大赏十大明星奖和人气奖。 星途无限光明,然而此时的李东旭却依然还是在出演配角,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。 《人与公主》里的李明,《九之国》里的《宋道一》,《回旋木马》里的乐团主唱《普城标》等等的演出,并没有多大的反响。 更多的是一大批大家都没听说过的剧,甚至在演员介绍里都找不到他的名字。 从运动员演到《医生》,从青春剧演到《家族剧》,李东旭一直在这些男配或是龙套的角色中挣扎着。 从无数小角色中摸爬滚打,明媚少年都显露出了大叔的颓废气息。 当时发福袁嘟嘟的样子,简直不敢直视。 好在李东旭并没有放弃。 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 在多年的磨练下,李东旭终于迎来了人生里第一个男主的角色。 在2005年的电视剧《我的女孩》让他一举成名。 李东旭饰演的富家子弟薛公灿在闷骚外表下,却有着柔软、深爱和纠结的性格。 配搭上李多海的古灵精怪,以及种种的韩式经典幽默,共同促进了这部戏的成功。 其实在首播的时候,这部韩剧的收视率看起来并不惊人。 但随着李东旭和李多海,这对兄妹相爱相杀的剧情展开下收视率步步走高。 到了最后一集,全国收视率已攀升到24%,首尔地区的收视率更是高达26.4%,位居三台同一时间段电视剧榜首。 李东旭不仅让海内外的迷妹为他疯狂,也让自己迅速跻身一线演员行列,成为了寒流明星之一。 李东旭本人也凭借这部戏获得了SBS的十大明星荣誉。 我的女孩这部戏对当年的李东旭,可说是事业与人生的大丰收。 在我的女孩播出的第二年后,李东旭就给爸妈在首尔买了房子。 对于幼年就跟家人,分开生活的妹妹,更是负责了她所有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。 后来妹妹出嫁的所有婚礼花费,也是李东旭一手包办,不只长得好看还顾家的国民老公形象让迷妹们都想嫁给她。 但说到恋情方面,出道二十几年的李东旭,却都不了了之。 一段时跟大长经理,扮演连生一脚的普恩惠,后者在08年就与圈外富商结婚。 另一段时,跟韩国女团的书,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。 跟我的女孩的对手女演员李多海的绯闻,传了十多年后,李多海现今已经有了男朋友。 2018年3月,李东旭公开承认与裴秀志的恋情,但短短四个月后两人就宣布分手。 一炮而红后,李东旭的合作邀约开始不断地找上门。 2006年他首都月灯大萤幕和宋雨儿和演阿娘饰演《刑警惊炫珠》,电影上映第一周票房就超过了22万。 同年拍摄电影《最强罗曼史饰演正义感的热血刑警》,首个周末的入场人次已有38万观众,全国总入场人次超过150万。 事业开始看见了起色,也陆陆续续地出演男一号的角色。 但就在看似一切顺遂的时候,李东旭又再度陷入了低潮,似乎没有什么亮眼的作品。 期间他也曾大胆尝试各类角色,但是都没有受到大家的认可。 他曾在节目中说过自己在2014年很努力的工作,成果却没有预期中的好让他一度丧失信心,加上超强度的透支性工作。 当时的李东旭感到力不从心,和身边人的关系,也因为无暇陪伴而受到影响。 李东旭面临的尴尬,也是很多艺人,同样都面对过的瓶颈。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沉淀,和他的不断坚持突破后,李东旭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次高峰。 作为金牌编剧金恩书记太阳的后裔之后,筹备了三年之久的作品。 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,一开播出话题度不断,创下了TVN史上最高收视记录,成了口碑收视双保证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李东旭这次却屈居出演了男二。 这是因为李东旭读完剧本后被深深吸引,主动表示就算只能担当男配角,他也愿意演出。 毕竟一开始自己就是跑龙套起家的,并没有非常在意自己是不是主演男一。 角色的发挥度才是他的主要考量,饰演的死神虽然不是主角,但却有不逊于男主的超强存在感,可能还会给男主带来强烈的一击。 他的这个决定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,外表看似冷漠,其实斗逼无比的傲娇死神,与内心性格不一,在李东旭的诠释下带出了反差魅力。 演技再次吸引了大众,这也证明他是一个能屈能伸,有眼光有远线的男人。 而李东旭接演的《九尾狐传》,也再次成功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,成了韩剧圈中首位饰演男版的狐妖,毕竟在过去的狐妖身份一般,都是女主人设。 这次在《九尾狐传》李东旭,将饰演拥有诱人美色,聪明有智慧的九尾狐李彦,他曾是山神,现在却在阴间和阳间之间,以公务员身份生活,工作目标是清楚隐藏在怪谈之下的扰逝者。 双橘色的狐妖瞳孔,黑暗戴感的氛围,穿着黑色西装的李东旭,散发着高冷致命的魅力,确实非常适合这个角色,明明都快四十岁了还是很有少年感,随便一次登场,都像行走画报的感觉。 果然是行走的雕像花美男,从李东旭的演艺生涯,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爆红偶像事业的起落轨迹。 偶像不易做,必须经历许多的起起伏伏,甚至面临失败后,是否还能有能力所回。 心态好,够努力,人自然年轻。 今天的李东旭之所以闪闪发光,气场也越来越强大。 是因为经历过事业平淡期的他,依然可以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人生,依然对每一件事都全力以赴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如果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让更多人了解李东旭成功背后,那些辛劳付出的韧性与坚持。 我们下个影片见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